罗斯,有你的快递 哈,是什么东西啊 我记得是两天没买过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 快递都说是你的 但是他们都是英文 我也不懂啊 我跟你说要学习英语 给我看一下 哦,是YouTube 哦,我知道了 这个我频道的粉丝奖牌 这么久了,我都快忘记了 注意到了 哦,粉丝奖牌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频道前几个月有十万粉丝 给官方给我们奖励 哦,这样啊 那我们今天应该好好庆祝一下的 是啊,过来我们今天 我们做个盖枪视频啊 这个牌子应该好漂亮啊 哦,还可以回忆到粉丝没问题啊 这些带有个打磨啊 如果没有打磨 我们拿不掉这个奖的 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多国外的粉丝 是的,那我们怎么开箱吧 哦,好的 你自己听啊 好 嗯,真漂亮,感谢 嘿 哈喽大家,我的名字是Rose 我已经在中国了9-10年 在我身边是吴建云 哈喽,安慕吴建云 好厉害啦 大家好,我是吴建云 好了,我们多话不说 准备开 哇哦,这个是开起来的有点像什么 那是海绵 海绵 这里还有纸 写了上面写的YouTube Dia, you remember you are fast sup trust your 100 哇哦,这个是蒋排 好漂亮啊 这个是以前我们玩的名字叫 Rose Day 中国 这个我们换的名字叫Rose Under Country Life 这下来我们开始回答粉丝的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回答粉丝的问题啊 一个问题是我们两个是怎么样认识跟结婚的 我们两个是什么样的认识啊 那时候我老公的表妹给我一起对我干的伤吧 后来 后来她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给我介绍一个外国人 嗯 认识一下好不好 啊,我是好啊 后来 那时候我 她表妹给她我的联系方式 我们两个人聊了天聊了 大概有多久 后来她给我 告诉我 那我给你机票 你拿中国 后来我过来给娃 到这里啊 看见她感觉 她看见我感觉 两个人有一点 我喜欢她,她喜欢我 后来后面有什么回事 哈哈哈哈 过来我们去弄结婚证 办了结婚证 结婚证过来办下来了 我们结婚了 结婚了过来都带一些 那你刚刚说到 两个人最开始聊天 你一开始你不会讲中文 她也不会讲英文 你们两个是怎么样交流的 那个时候是用微信里面有方译 用手机物方译的 对,是的,是的 我发几个字给她 她就是在手机上翻译一下 那现在Rose你的中文说得非常好 光听你的声音 基本上跟本地人差不多了 你是怎么样去学习中文的 这个他们什么话我讲呢 我非常感谢 我为什么学这个中文话 我是跟我老公 还有我闺蜜 还有邻居跟他们交流 所以我不通话 学得这么快 刚开始那时候 我老公学 她用拿来笔 跟书要向我写文字 写中文字 过来学一学感觉 学会了没 哈哈哈哈 有没有学会了 我问我咋 我有没有学会写中文字 之前就是用手机翻译 她那个英文 我发给她的 她意思翻过来 翻过来 后来不一样的 我后来把手机都给那个 拧掉 不是 没有扔掉 我把那个微信都给塞除了 后来直接是交给她说 用手笔 吃饭 就这样 如果是去盖划 去网的话 就这样去网啊 那时候你没想过 是不是可以后悔 学这个 外国人 挂都不会加了 别说这些 哈哈哈哈 那我们现在知道 你也会讲 讨厌我 中文 你还会什么 其他的语言 我新出来的地方是叫 Tororo Tororo people that are speaking 都拔到了 我自己新出来的地方 我们都讲 都拔到了 比如说在港巴的城里里面 他们讲那个 鲁干达 鲁干达一切我会讲 后来我拿这里 待了什么多年 鲁干达是忘记了 有时候不会讲了 他还有孕语 孕语吗 学家里还有家里 也是有些家里生出了 就中文学 孕语也都会讲了 那我的孕语 就中文学校里 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人讲了 最多都拔到了 孕语也会讲了 还有中文化讲了最多 所以好多年 都一定忘记了 比如说鲁干达 很好 我以前是出去 待一个月两个月回来 家里老家话都会忘记 那我比你还是好一点 那我家老家话 还是会讲的 那我们想问一下 你做菜是谁教你的 我做菜是给我老公学的 他一家人都是独吃 因为叫舅舅 后来我刚拿这里 都给他们学烧菜 所以这小家的烧菜也很好 也是没办法 我们都是不在家 有时候你自己不烧 也没东西吃的 对对对 而且我老公他没有父母 他爸妈都不带了 所以是我拿他们家 他说他有时候你说 出去外面做事情 都得靠我一个人 如果你不烧吧 吃都会饿死了 你不可能一天到 都跑别人家要吃 那是也不太好啊 所以就想办法 把这个话学习什么烧 那奥哥对于肉丝烧的菜 从最开始到现在 有没有什么评价 怎么说 评价有 他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有一次烧的那个 西红柿炒肉 西红柿炒肉 而且用这次肉烧的 在上海的时候 对 那个肉还是很想吃 但是你后来没烧 出那种味道 哈哈哈 那时候我都用西红柿 烧猪肉 那个时候的你是 什么东西里面都放西红柿 对 但是在老家都是这样的事 我们喜欢用西红柿炒东西 炒香茄 土豆 炒肉啊 炒什么都 西红柿我们用了多 在老家 所以在这里都给你用西红柿 我们炒什么菜里面 都放的西红柿 对 下一个问题是 粉丝们想知道 你的视频是怎么样拍的 是你自己拍的吗 我的视频不是我自己拍的 然后在问我的问题是 在给我们拍视频 还有后面剪辑 我也有人在帮我剪辑 我们身边有几个小伙伴们 还有朋友们一起 在弄这个视频 还有非常感谢他们 一起陪着我 到今天帮我度这个视频 帮我剪这个视频 他们也是 你们也辛苦了 拍视频以后 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拍视频啊 给我带了好多变化 比如说 我有一些还没开始拍视频 那时候 我躲哪里啊 有些人会说 那里一个外国人 那里一个外国人 那真的我一个是拍视频 一出去啊 会碰到好多好多粉丝的 说 肉丝 今天肉丝在这里 今天肉丝拿完 肉丝 我要跟你拍个照 肉丝 你可以喝个饮 肉丝 我们两个喝个饮 好啊 手机拿去 所以给我们变化好大的 如果没有粉丝 我们也不会这样啊 出去外面 还有这么多人 认识我嘛 我在这里 要非常感谢粉丝 为家人们一起陪着我嘛 到今天 我们想一起 就下去 再拍视频 除了生活上面的变化 你自己的心态上面 有什么变化 我今天的感觉 我开始拍视频 有这么多人喜欢我 这么多人 给我出去 他们都得叫我 叫我名字 我非常好高兴 非常得快乐 我这么很好奇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乌干达 这个是想是想 肯定这个点还没学历 有可能是暑假 如果放假了 再按照他们去看一下 回家两家玩一下 这段时间 关于未来 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未来打算 我们都想吧 我们视频度的越来越好 还有比如说 我们在中国有玩的地方 有吃的好吃的东西 有什么好的东西 我都想把它推着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 如果你说 是那些我刚才 对我刚才 比如说有好玩的地方 有好吃的东西 有些人过来 他不知道 没看见过 我们就想 在那里 我们给他们拍出来 也看一下 让他们看一下 我刚才长得怎么样了 这还有一点问题 想问梅姐 梅姐 你刚好对别人 在粉丝 这些是问题想我问一下你 再给你做一遍 阿古的水留给你 你去加水 你去加水 没水 火烟烧了 梅姐 在我们的频道的评论区里面 有非常多的粉丝说很喜欢你 那他们很好奇 你跟肉丝又是怎么样认识的呢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又有哪些好玩的事情呢 我一听到 哎呀 下面来了那个杨媳妇 哎呀 我就看一下 哎呀 哎呀 就感到 有点黑 我儿子一点都不怕她了 那时候我儿子很小了 她儿子 一看人家我 她是要我抱她的 儿子好喜欢我 对 有谁的东西都给她儿子吃了 她听一天跟着我 那时候啊 带她出去玩 到处逛逛拍花 对 这里不不去 那里去了 比我还会拍 哎呀 这里要拍一个 那里 我跟你们说 梅姐好喜欢拍花 她说 花没你 呵呵呵呵 我就喜欢拍花 我就把花拍进去 然后有时候老师带你到 这边那里 别说哎呀 我说 哎呀 这里又有那里花开了 我带你去玩 那时候梅姐 带她去玩 我儿子也很小 我儿子也很小 对 带小孩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听着带小孩 她晚发吹的 午发吹的 都带我 到时候都逛 转离逛逛 怎么说呢 跟梅姐在一起 也是给我好多快乐 这里要去带过金矿 那时候钢银子什么东西 对 金矿 出去外面去玩 烧烤 我们都会 银子烧烤 铃 雷啊 什么都会去 对 对 那年的事情 这个是一六 一七年开始 一六年我儿子刚生出来 去不了哪里 从来在家里 被小孩带小孩 那小孩子们 开始走路 一七年 开始走路 过来我们一起出去 玩玩 拜拜照 吃吃东西 这样 看看那个风景好一点 他好喜欢拜照 反正附近有好朋友的地方 我都带他去 都带我拜 到时候拜 到时候拜 那今天粉丝们的问题就先问到这边 有没有什么话想 对他们说的 在这里感谢粉丝们一路陪着我妈到新天 我祝福你们每天开心每天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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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吗 我爱你 谢谢 威士封部 太好了 你都忘記了 我開一下 可以了 差不多了 我打開好了 好了 都爛了 紅澡都爛了 紅澡是爛了 今天我们要去 吃鱼子啦 走啊